欢迎来到心理咨询室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隐言 职场竞争与心灵和谐 二 实用技巧 职场竞争下的心理调试 三 案例分享 华女士的心灵和谐之旅 那么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隐言 职场竞争与心灵和谐 各位同仁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职场竞争与心灵和谐 这个话题就像是一杯老酒 随着时间的沉淀越发显得醇厚而复杂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职场竞争 自从古代的猎人们争夺猎物开始 竞争就已经嵌入了人类的基因 而现代职场就像是一个现代化的丛林 只不过我们追逐的不再是猎物 而是今生 嘉欣和那张令人羡慕的角落板公桌 在这个丛林里 我们每天都在上演着动物世界的真人秀 有的人像狮子一样勇猛 有的人像狐狸一样狡猾 还有的人像熊猫一样 看似憨厚 狮子懂得卖萌 取悦上司 然而 在这场看似无休止的竞争中 我们的心灵往往成为了牺牲品 压力 焦虑 失眠 这些现代职场的三宝 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标配 有时候 我们甚至会怀疑 这一切的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那张不断变动的名片上的头衔 还是为了内心真正的满足和幸福 这时候 心灵和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古人云 知足者长了 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适用 在职场这场马拉松中 我们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步伐 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有时候 放慢脚步 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 可能会让我们的旅程更加愉快和有意义 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位CEO在海边度假时 看到一个渔夫 靠着小船悠闲的钓鱼 CEO问渔夫 为什么不多买几条船 扩大业务 渔夫问 然后呢 CEO说 然后你就可以像我一样 在海边享受阳光了 渔夫笑了笑 说 但我现在 不就是在享受阳光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 我们追求的东西 可能就在我们眼前 只是我们忙于竞争 而忽略了它们 所以 亲爱的同仁们 让我们在职场竞争的同时 不要忘记心灵的和谐 在追求职业成功的道路上 也别忘了偶尔停下来 给自己一个微笑 给生活一个拥抱 毕竟 生活不只有工作 还有适合远方 而我们的心灵 也需要偶尔的充电和更新 才能更好地面对职场的挑战 最后 愿我们所有人 都能在职场的竞争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心灵的和谐中 找到真正的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使用技巧 职场竞争下的心理调试 好的 让我们 以一种轻松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严肃的话题 职场竞争下的心理调试 首先 想象一下职场 就像是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每个人都是一名战士 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对手 有的像忍者一样 悄无声息地攀升职位 有的则像骑士一样 光明正大的展示他们的成就 在这场战争中 你的武器不是剑和盾 而是你的技能 智慧和心理韧性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一些实用技巧 一认识敌人 首先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弱点 这不仅仅是孙子兵法的智慧 也是职场生存的基本法则 你的优势是你的独特技能 你的弱点可能是你的时间管理 或是甜甜圈的诱惑 无论是什么 知道自己的情况 才能更好的制定战略 二 保持冷静 就像冰箱里的黄瓜 压力大实 深呼吸 想象自己是一根冰冷的黄瓜 放在炎热的夏日里的冰箱中 冷静可以帮助你更清晰地思考 避免在职场上做出冲动的决定 三 学会说 不 但要像绅士 淑女一样 在职场上 你不可能做所有人的超级英雄 学会优雅的拒绝 就像在舞会上礼貌地拒绝一位 不会跳舞的舞伴 这样可以帮助你 集中精力在最重要的任务上 四 建立联盟 就像权力的游戏 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事 建立你的小团队 这不仅可以帮助 你在工作中获得支持 还可以在你需要时提供必要的后援 记住 职场上的联盟 比铁王座上的联盟更加稳固 五 保持学习 就像是永远的学生 不断学习新技能和知识 这样你就可以保持竞争力 想象自己是一名永远毕业不了的学生 职场是你的大学 每个项目和任务都是一门新课程 六 保持幽默感 就像是职场的喜剧演员 幽默感可以缓解紧张的气氛 也可以帮助你在困难时刻保持积极的态度 当然 这不意味着你要在会议上讲冷笑话 而是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用幽默 来化解尴尬和压力 七 练习感恩 就像是每天的感恩节 对你所拥有的一切表示感激 包括你的工作 同时 甚至是那些教会你宝贵一刻的挑战 感恩可以帮助你保持积极的心态 也能让你更加珍惜当前的机会 记住职场就像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长期的心理挑适比短期的胜利更加重要 所以穿上你的精神运动鞋准备好长跑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案例分享华女士的心灵和谐之旅 各位同仁 学生们 以及对心灵和谐之旅感兴趣的朋友们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 这是关于华女士的心灵和谐之旅的故事 请大家调整好坐姿 准备好微笑的肌肉 因为这个故事 可能会让你们在深刻的思考中 不自觉地展露笑容 华女士 一个在现代社会中打拼的典型都市女性 工作压力大 生活节奏快 每天都在忙屋中度过 她的生活就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 直到有一天 这台机器出现了故障 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和焦虑 在朋友的推荐下 华女士决定踏上一场心灵和谐之旅 她的第一站是一家名为 呼吸之森的瑜伽锦修中心 在那里 她学会了如何通过呼吸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有趣的是 她在练习狮子吼这个瑜伽动作时 不小心把旁边练习冥想的人吓了一跳 这个小插曲成为了 她在进修中心的一个美好回忆 接下来 华女士前往一家名为心灵驿站的心理咨询所 在那里 她遇到了一位幽默风趣的心理咨询师 咨询师告诉她 心灵的问题就像是心中的小石头 不去理她 它就会越滚越大 变成心中的大石块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些小石头一块块拿出来 在几次深入的对话后 华女士感觉自己的心灵好像真的轻松了许多 最后 华女士参加了一次笑容聊与工作坊 在那里 她学到了笑对生活的重要性 工作坊的导师是一位专业的笑疗师 她的笑声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能让任何人忍不住跟着笑起来 华女士发现 即使是在最紧张的工作日 只要她想起那个笑声 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 经过这一系列的心灵和谐之旅 华女士回到了日常生活中 她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平和 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也更加积极 她的同事们都惊讶地发现 原来总是板着一张脸的华女士 现在笑容满面 仿佛身边有一股不可见的正能量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心灵的和谐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我们去探索 去实践 去体验 有时候 它可能就隐藏在一个深呼吸 一次深刻的对话 或者是一声发自内心的笑声中 而华女士的故事 也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在忙碌的生活中 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去寻找那些能让我们内心平静 和快乐的小事物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感到疲惫或焦虑时 不妨试试华女士的方法 也许你的心灵和谐之旅 就此开始 记住 笑一笑 十年少 心灵和谐 快乐绕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结祝福 愿你在竞争中保持和谐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 一个看似矛盾 却又充满智慧的话题 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 保持和谐 这听起来 就像是要你在狂风暴雨中 保持发型完美一样 不现实 但别急 历史上步伐这样的高手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从古至今 无论是为了食物 地盘还是WiFi信号 生物们都在不停地竞争 但是 如果我们把历史当作 一本厚重的教科书 别担心 不会有考试 我们会发现 那些在竞争中 保持和谐的人 往往能走得更远 拿中国古代的哲学家 孔子来说 他可是和谐竞争的代言人 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 这句话告诉我们 即使在观点和立场 不同的情况下 也可以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 想象一下 如果古代的学者们 都在争论中保持和谐 那么学术会议可能就会变成一场优雅的茶会 大家边品茶边讨论 争论结束后 还能互相赞赏对方的茶意 再看看商业界 有一位叫做约翰 第洛克菲勒的家伙 他在石油行业的竞争中 可是玩得风生谁起 但他也懂得和谐的重要性 他说 竞争是一种罪恶 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点极端 但他的意思是 盲目的竞争 会导致资源的浪费 和社会的不稳定 洛克菲勒通过建立标准石油公司 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行业内的和谐状态 虽然这种和谐最后被认为是垄断 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现在 让我们来到现代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 保持和谐听起来像是 要你在手机里 安装防病毒软件一样 似乎是多此一举 但是 如果你仔细想想 和谐 其实就像是一种生活中的防火墙 它可以防止过度竞争引发的烦恼和冲突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我的祝福是 愿你们在竞争的赛道上 像一位穿着礼服的赛车手 既追求速度 又保持风度 在超车时 微笑 被超时鼓掌 记住 最终赢家往往不是跑得最快的 而是耐得能在终点线上 优雅地喝下一杯香槟的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冥想词 心灵的平静海洋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 而又深奥的话题 冥想 首先 让我们把这个概念想象成 一片心灵的平静海洋 不过别担心 这片海洋不会让你失身 除非你的冥想 技巧如此之高 以至于能够让你的意识 跳入另一个维度的水池 冥想 这个词汇在现代社会中 被广泛传送 它就像是一种精神上的瑞士军刀 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 压力大 冥想一下 情绪不稳 冥想一下 忘记了在哪里方要是 嗯 冥想可能帮不上忙 但至少你可以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 冥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它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有着各种形式 比如 在佛教中 冥想是达到觉悟和内心平静的一种方式 而在印度的瑜伽传统中 冥想则是连接个人灵魂与宇宙灵魂的桥梁 不过 如果你问一个瑜伽老师 冥想的具体步骤 他们可能会告诉你 闭上眼睛 深呼吸 然后尽量不要想象一只粉红色的大象 恭喜你 现在你脑海中全是那只大象了 现代科学也对冥想进行了研究 发现 它确实能够减少压力 改善注意力 甚至对身体健康有益 这就像是你的大脑拥有了一个重启按钮 按下去之后 所有的程序都开始运行得更加流畅 不过 别误会 这个按钮并不总是那么好找 有时候你得在心灵的沙发垫下面翻上半天才能找到它 有趣的是 尽管冥想听起来很简单 只需坐下来 闭上眼睛 呼吸 但实际上 它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什么都不做 你会发现 当你试图清空思绪时 你的大脑会突然变得异常活跃 开始规划晚餐菜单 或者回忆起那次尴尬的中学舞会 所以 亲爱的听众们 下次当你尝试冥想 进入那片心灵的平静海洋时 记得 就算有时候会有思绪的风暴 或者注意力的海啸 这都是冥想之旅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 不要对自己太严格 毕竟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冥想者 也会偶尔在海洋中遇到一两只顽皮的精神海豚 把它们带离航线 放轻松 享受旅程 最终你会发现 你的心灵之舟 总是能够找到回家的路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探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职场竞争与心灵和谐 我们谈到了竞争的必然性 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技巧来调试心理 还分享了一个关于华女士的案例 以及冥想的神奇之处 在职场竞争中 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节奏 保持心灵的和谐 不要忘记停下脚步 欣赏生活的风景 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态度 保持冷静 学会拒绝 建立联盟 保持学习 保持幽默感 练习感恩 华女士的案例告诉我们 心灵的和谐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我们去实践 去体验 它通过冥想 心理咨询 和笑容疗愈工作坊等方式 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平静 它的故事提醒我们 在忙碌的生活中 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去寻找那些 能让我们内心平静和快乐的小事物 最后 我想对大家说 职场竞争与心灵和谐 并不是对立的两个概念 我们可以在竞争中保持和谐 就像一位穿着礼服的赛车手一样 追求速度 保持风度 让我们都能在竞争的赛道上 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心灵的和谐中找到真正的幸福 现在 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职场竞争 与心灵和谐的看法和经验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按订阅我们的频道